台中绿空铁道南端因为保留了部分铁路高架化钱的一致 串联台中火车站周边成为近几年新串起的景点 为了增加这里的艺术亮点 台湖市文化局最近就邀请在地艺术家 结合了国小学童共同来创作 在这里是摆上了五件大型的装置艺术 希望透过在地参与为这里注入另外一股新的生命力 大同国小美术班学生授出特制的台中山 由大甲 镇南宫 建国市场 高美食地跟东海大学等 而学生以幸福时光为主题 参与了这一次艺术装点绿空铁道的活动 开心啊 可是花很久了 然后花最久了就被砌掉了 我们学到有关台湾的一些有名的地区有名的食物 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做出来 然后他们现在更开心着 因为第一次看到成果他们真的很兴奋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画的还有实际的运用 台中绿空铁道景观特殊 这几年更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为了让艺术走进来 台湾性化局邀集在地艺术家 并且结合了国小学童参与创作 像是这一座习惯的目录装置艺术 就是合作国小跟土牛国小师生 共同在回收的塑料上创作而成 另一件Home Sweet Home 则是用了在地的投高杵材料创作而成 当时我在台中的街上走路 一个鸟巢就掉下来 我往上去寻找 但是当然不可能会找到鸟的存在 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个鸟巢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那说不定会有鸟 你看现在天空就有很多鸟在飞 所以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发想 他们小朋友的生活习惯把它绘画出来 然后就坐在那个习惯的目录拱门的内侧 但外侧的部分我们合作与那个循环有序材质合作 然后贴了许多的塑胶回收 洋溢着绿色设计能量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相信所有视频朋友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台中的幸福感 主办单位表示 其他还有像是台中试花的山樱花的装置艺术 还有通过了竹及弹性钢 组装出的八克球都相当的有看头 希望通过在地艺术家的装点 跟国小学统的创意 让台中的绿空铁道成为另一个修气的新亮点 就临加化台中才放到